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 我們現在打一下五風獨龍的災二級 那雖然這一張龍黑金剛出的時候 我就有用來打五災三成就 不過那時候還沒有法格恩 也沒有達貢 所以這邊我們再重新示範一個隊伍 好 那這個隊伍的話是從喬哥的影片來的 他的隊伍打得非常快速 我會把他的影片附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隊員這邊全部都是免費卡 除了剛提到的兩隻異界龍之外 我還帶了雙周的暗小龍 好 再來是帝皇龍假獸 好 帝皇龍假獸如果沒有的話沒有關係 R8之一手轉就好 R8之一的話他是指定兩種符石 然後你要手削到全部 有固版當然就是爽一點點 那沒有的話 雖然說那一關有燃燒啦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抓暗龍死 應該說雙龍死啦 雙龍死的角色住下來無視燃燒 所以R8之一就算手轉也不用怕齁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雙周的小龍可以帶上一個進場CD-2龍科 第四關就可以直接一回殺齁 不用再偷回合 好 那如果隊伍跟龍科配置還有疑惑 如果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我們就去手削全部的水火光就可以了齁 只要你有轉到他就是直接收掉了 水火光 好 OK 好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二血齁 那二血我們就是大力轉 不要手削到木跟暗就可以了 好 雖然是講大力轉啦 不過實際上我們簡單轉個2C 你有轉到5顆啦 基本上就也是直接帶過去了齁 好 接著第三關那時候示範的時候有bug 沒有辦法把敵方消耗100%血量 但是現在齁 修正了 所以敵人就自己死掉了 所以進到二血 那二血的話我們就直接開法格恩 好 然後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四關齁 第四關這邊小龍有跳起來 但是我們開招不是為了要做什麼特別的事情齁 我們只是要把左上角不能消心的buff擠掉 所以隨便點都沒關係 好 接著我們開龍黑的忌二 那我們開忌一點心 好 那我們這邊去手削全部的心珠就可以了齁 好 來 這邊就一樣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龍黑 不是啦 我們開那個龍科之力啦 好 然後接著我們開小龍 我們去把木比較多的地方點掉 然後我們去符合他紅綠燈就可以了 好 不要手削到木珠齁 好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我們開龍黑的忌一 然後我們點暗 好 我們再開個那個小龍齁 好 這邊就直接大力轉就可以了 OK 來 這邊收掉 好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 我們開龍黑的忌一 然後我們點水 好 那這邊等一下就是大力轉 不要手削到暗珠就可以了齁 好 拼圖有內建無事 所以不用怕 OK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 我們開龍黑的忌二 先解除休眠齁 好 接著我們開小龍 好 這邊我們就隨便點就可以了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八關 好 接著來到第八關 就直接去抓龍黑角色珠手轉即可 就直接去抓龍黑角色珠手轉即可 好 接著二血的話我們開個小龍 你可以把火比較多的地方點掉齁 因為他現在就是不能消 好 就送他 OK 好 接著來到第九關 好 第九關就是大力轉 不要手削到暗珠就可以了齁 然後我們要留一顆加護下來 好 這邊也直接帶過去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王一這邊我們開龍黑的忌二 好 然後我們開小龍 好 送他 好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法格恩 好 然後我們開打共點水暗齁 好 或者是點那個暗或水其中一個都可以啦 反正這邊只是要手消全部的心 然後我們再補一個龍科之力 好 這邊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 那以上這邊是龍黑三成就 實戰這個武風災二 給各位稍微再做一個參考齁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 再見囉